男人是一名小偷 可在一次行窃过程中 救下一名自寻短见的女房主 为了以防女人再次想不开 男人干脆以男主人的身份住了下来 但很快安妮就醒了过来 看着下楼的安妮 卡尔急忙跟了上去 生怕她继续做傻事 就连上厕所也寸步不离 最终卡尔按耐不住好奇心 问起安妮为什么不想 安妮像是炸了锚的刺猬 警告卡尔不要多管闲事 询问无果的卡尔 只能自顾自地做起了美食 经过了半天的相处 安妮也逐渐放下了戒指 病述说了让她情绪崩溃的人 原来早已订婚的男人 今天早上和她提出分手 并且还将大着肚子的新女友 带到她面前 导致她一时间接受不了 而经过卡尔的细心开导 安妮给男友打去电话 两人来到泳池边促戏长台 卡尔也分享着自己的悲惨故事 仿佛两人都在治愈着对方 为了让安妮开心起来 卡尔陪着安妮一起看着电影 而安妮也缓缓地靠在卡尔肩头 这一刻的卡尔也仿佛找到了归属 第二天卡尔为安妮精心准备了早餐 可醒来的安妮却第一时间看向手机 卡尔只觉得莫名伤心 她依旧无微不至地照顾安妮 可面对卡尔的攻心 安妮却再一次情绪崩溃 她焦急万分地想等卡尔走 卡尔担心她再次想不开 只能默默地跟在安妮身后 眼见安妮态度坚决 她只能无奈地提出一个要求 表示让安妮临死前 吃上一顿自己做的晚餐 为了以防万一 就连出门买菜都要带上安妮 两人一起急迟在蜿蜒的公路上 温暖的春风 夕阳的余晖 仿佛两人此刻就像一对恩爱的情侣 很快两人就买好了食材 而路过的好友也将他俩当成了情侣 尽管安妮极力解释 可朋友却认为他很幽默 刚到家安妮的情绪就再次崩溃 又被前男友打起了电话 而卡尔就在厨房默默做着晚餐 看着安妮卑微的模样 不免有点失落 卡尔建议他换身漂亮的衣服 或许这是他人生最后一顿晚餐 就这样安妮给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 还穿上了久违的连衣裙 卡尔也换上了偷来的西装 看着如此动人的安妮 卡尔不免有些失神